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州和维州均发现高传染性毒株XBB1.5 阿尔巴利斯表示将听取卫生建议 澳洲卫生部门在新州和维州检测出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亚变种病毒XBB1.5 当前澳洲联邦和各州政府正密切关注病毒动态 澳洲商界呼吁进一步提高移民配额 据了解澳洲企业界人士呼吁移民上限应该在未来两年内从19.5万提高至22万 并且呼吁允许雇主从海外引进技术工作者 中国游客的出境游目的地澳洲仍是首选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1月5号澳洲是2023年农历新年期间最受欢迎的出境游目的地 其次是泰国和日本 A型电球军感染激增昆州9人死亡 昆州卫生部门报告称 2022年1月1号到12月4号期间 共359起A型电球军病例报告 目前已有9人死亡 其症状包括高烧及严重肌肉疼痛等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